有人做过这样一个试验,将两只青蛙分别放入两口锅里,两口锅都放满凉水,其中一口用小火慢慢加热,由于水温上升得非常缓慢,青蛙在不知不觉中被烫死了,另一口则用大火快速加热,由于水温重来省高,青蛙突然受到刺激,立刻跳了出去。 这个是演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,险而易见的危险并不可怕,甚至能激发自我保护的本能,最可怕的是那些隐藏的危险,它们在不知不觉中降临,慢慢的吞噬着生命。 就像人们对战争、恐难、传染病、火灾、电击等显然而易见的伤害,总是存有很深的恐惧,但是对疲劳和压力这些隐蔽的戏手,却毫不在意,因为它们的危险,是在不知不觉中降临的,不足以引起人们的警觉。 慢性压力,短时间内不会造成明显伤害,也难以引起人们的注意,但时间异常,则会造成水滴石穿的伤害,这些被忽视的日积月累的伤害,正是现代慢性病蔓延的根源。 慢性压力被认为是担心最大的健康问题,是导致压健康的主要原因,压力容易引起头痛、背痛、高血压、心脏病、高胆固醇、癌症、糖尿病、胃困痒、结肠炎、焦虑症、抑郁症、睡眠障碍等许多疾病。 在就诊的病人中,75%以上是压力所致,根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统计,65岁以下死亡的美国人中,有一半的人是压力导致的。 为什么压力会引起这么多疾病呢? 因为当我们面临压力时,身体的防御系统就会启动,身体内部会发生各种应激反应,时间异常就会造成身体器官的所害。 应激反应一,心跳会加快,呼吸会变得急促,血压也会随之升高,如果经常如此,会导致高血压病的发生。 应激反应二,肝脏会在血液中风味葡萄糖,血糖水平会增高,如果经常如此,会引起糖尿病。 应激反应三,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会增加。 如果经常如此,胆固醇会在动脉沉积,导致心脏病和中风。 实际上,身体里面所发生的应激反应,人体上面列举的要多得多,而且也复杂得多。 看到这里有人会问,运动时,身体不也会有这些反应吗? 的确是这样,这里面的区别在于,运动带来的生理变化,对健康有益。 而由于情绪带来的生理变化,则不利于健康。 出现这样的情况,原因可能是,我们的大脑并不善于区分压力的性质。 举个例子,当我们早晨驾车去上班时,正遇上交通拥堵。 想到今天上午的重要会议,内心焦虑又紧张。 这时,身体会启动压力应激反应,心率加快,血压升高,血疼,胆固醇大量释放在血液中,所谓的碌碌症。 就是这样来的,这显然是对健康有害的。 研究人员对高压人群进行的调查显示,压力高的人发生车祸的次数比其他人多得多。 经过压力事件的人更容易患上严重疾病,人际关系和经济状况是当代社会最大的压力来源。 我们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,但是哈罗德摩洛罗兹教授发现, 离荷给健康带来的伤害,几乎和每天初一二十只香烟是一样的。 对大量癌症病人的研究发现,大多数癌症患者在确诊之前都经历过一次精神上的重大打击。 因为精神压力会渲弱人的免疫机能,从而使人们患癌症的几率明显增高。 美国科学家曾对参加考试的医学院学生进行观察,发现在考试的当天, 学生体内竟然杀伤细胞的活力,比一个月前大为降低,说明学生的免疫功能,在压力影响下收到很大抑制。 可能有些人会问,这个社会谁没有压力,谁的压力不大,怎么有的人生病,有的人不生病呢? 除去其他的因素不谈。 这里有一个关键点,一定要非常明确,真正导致疾病的并不是压力,而是对压力的过度反应。 同样的事情,有人觉得压力很大,有人觉得没什么压力,这里区别在于,你怎么看待这件事,问题由你看问题的方式构成。 总有人告诉你,心态要好,别生气,那不仅仅是为了一个好心情,而是为了健康。 我们必须清楚的认识到,不是那些令人不快逼世界,给我们带来压力,而是我们对这些事件的错误理解,导致了我们过激的反应。 我们的生活充满了不可预知的风险,但90%以上并没有发生。 法国大哲学家蒙泰斯说,一个人由于偏见而受到的伤害,比事情本身所造成的伤害傲深得多。 时刻保持一个好心态并不容易,你要学会观察自己的情绪。 当情绪升起时,你静静地看着它,慢慢地它就会消失。 但是,尤其是生病的人,久治不遇的人,身有病痛,要保持好的心态,几乎是不太可能,那疾病要想好转,且不再复发,就必须得把心治好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